九尾狐脱跑下凡 勾得人黄对他情根深重 纵容他祸乱朝纲 惹得人间生灵涂炭 我为宝三界平衡 亲自将九尾狐抓了回来 再动用时光回溯 使人间王朝恢复歌舞生平 九尾被叛天罚 成立一只凡虎 区区七载就授树已尽而亡 而历节归来的上神 当着四海八荒的面 求取了我 后来 他一点点地包去我的仙谷 让我灵魂禁锢天雷之下 永生永世 饱受雷霆之苦 阿九只是害死几个没用的凡人 你凭什么对他下手 他死了 你尝命 这时我才知道 他立即的身份 就是当年那个仁皇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九尾狐祸乱之时 一 我醒来后 第一件事是去找了司命 司命看见我很意外 玄女上神怎么来我这了 我将带来的酒丢给了他 直接提出疑问 我若是化为凡人 却人间游玩一番 但是不出手改变世间秩序 不会受罚吧 当然不会 我点了点头又问道 但若是我恰巧遇到下凡丽杰的神君出了事 我却没出手解决 可有什么影响 司命疑惑了 玄女上神这是怎么了 今日怎么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我抿了抿嘴 想起听公俄提过 这司命极爱看人间那些画本 我最近看了的画本 讲的是人间有妖怪 引得凡间的皇帝对他情根深重 纵容他霍乱朝纲 而天上的神女之小了 下凡将那妖物捉了回来 又动用时光回溯 使人间王朝恢复歌舞升庭 结果那仁皇却是下凡丽杰的神君 他丽杰归来 求取神女 却是为了替那妖物报仇 他将神女包去仙谷 将她的灵魂禁锢在天雷之下 但他每日遭受雷霆之法 永不转世 我好奇得很 倒是想去看看现在的人间如何 又怕自己也恰好遇到这种事呢 那我就还是不救 你知道的 我身为九天玄女 拨乱反正是我的使命 我顿了顿 闭上了嘴 这理由听着真是糟糕透了 可那所谓的画本 却是我切切实实所经历过的 前世是我及时出手 阻止了更大的灾难 灵霄才得以历劫成功 可这一次 我不愿了 九尾狐要收 天下要救 而历劫的灵霄 我不愿救了 思命听后 生气地拍了拍桌面 这话本里的神君 可真不是个东西 身为神君 下凡历劫 所经历的事皆为过往 他被一妖物 诶骗感情不说 还将人间惹得生灵涂炭 到头来 却将过错怪罪在神女身上 简直毫无担当 愧当神仙 玄女上神不必担忧 你若是真碰见了 这般狗血之事 你等最后再把那妖女 抓起来可就行了 既不违背你的道义 也能明哲保身 再说了 你又不知晓 他是否为神仙转世历劫 不是吗 我笑了笑 心中踏实了 倒是和我想得如出一辙 我笑眯眯地看向思命 星君可否为玄英 在人间皇宫安排的身份 不用打扰故事走向 我只需要一个身份 待在那皇宫中 思命笑了 拿起桌上的酒晃了晃 既然是玄女大人所托 小官司会帮忙的 我挑了挑眉 有些意外 外界传言他冷落冰霜难以靠近 做事循规蹈矩 没想到这么好说话的 那就多谢星君了 我随即起身就要走 思命却拉住了我 我心下一惊 还以为思命又反悔了 哪知他问我 玄女大人刚刚提的那话本 可否借我一看 我一愣笑了 那话本看得着实生气 已经被我烧了 我要亲手 正头书写 凌霄与那酒尾的结局 嗯 我准备妥当后 便下凡来到了皇宫中 思命给我安排的身份 是宫中的一个宫女 叫云英 足够渺小 不会引人注目 若是天地要问起来了 我也能应付过去 不过 我看着眼前的妃子的模样 忍不住叹了叹气 这思命怎么刚好 就把我给安排成 这萧梦九宫殿里的宫女了 萧梦九就是那个酒尾狐 现在在宫里你是贵妃了 皇帝未立后 这萧贵妃 算是线下后宫中 权力最大的女人 我淡淡地披向萧梦九 她正坐在梳妆桌前 两位宫女在为她梳妆 看她现在的样子 倒是还没有开始 吸食帝王之气 不过也快了 我轻轻地勾了勾嘴角 等待着看好戏 前世这妖狐便是如此 不仅霍乱朝纲 还开始吸食人亡的帝王之气 能投胎成人间帝王的人 向来是带有些神韵在的 这是天道的法则 是天道选中的人 倘若这一世勤政执政 国泰民安 再经历百年千年转世 是有望荣登先位的 若是任凭萧梦九这妖狐 将仁皇的帝王之气吸尽 那萧梦九的妖力大掌 四处作乱不说 光这仁皇 前世所积累的功德 烟消云散不说 世世代代便只能转为畜生道了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我才快速出手 并动用了时光回溯 将时光倒转到了 萧梦九出现之前 于情于理 我的选择并没有错 却不曾想到 当年的人皇会是灵霄 他历劫归来 当了四海八荒的面 求取了我 我算到未来与他有断纠葛 便应下了他 试图寻找到破解之法 却不慎被他下药 他为了曲曲狐妖 替我掀骨 让我永生永世 饱受雷霆之苦 永不轮回 但灵霄不知道 我提早将我原神一分为二 命我做其彩凤藏在了 他无法前去的地方 只需万年功夫 我便能重归天界 可我却没想到 还不到万年 我却直接回到了 久违霍乱人间之时 既然能免去漫长岁月 何乐而不为 至于灵霄 他这上神之位 也不必再当了 三 萧梦九梳妆完毕后 突然抬起头望向我 你 对 就是你 过来 我拧了名嘴 走到他面前 低头行李 抬起头来 我缓缓抬起头 看向他 不愧是九尾妖狐 这容貌精为天人 勾人心魄 他勾了勾嘴角 手指滑向我脸颊 看着挺面生的 新来的 我轻轻点了点头 萧梦九笑了 哦 本宫想起来了 你前面那个 心思不纯 想勾引皇上 被本宫罚了 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本宫啊 叫人声包了他的皮 吃了他还没死 又叫人将他的血 放了一干二净 最后再把他的肉砍断 烹饪食肢 他魅惑地笑着 捏住了我的下额 你要是不想 和他一个遭遇 就老实一点 懂吗 身旁的其他宫女 吓得集体跪在了地上 瑟瑟发抖 我淡淡看向他 奴婢知晓了 萧梦九挑了挑眉 怎么 你看着一点都不怕的样子 我不惧返校 奴婢又无勾引皇上之意 为何要怕 皇上是奴婢的主子 贵妃娘娘更是奴婢的主子 主子的话 奴婢自然是记在心中的 呵 倒是比其他这些废物 有胆量多了 本宫瞧你挺会来世 不如来我身边伺候 我 这妖的思维能力 我实在无法理解 可我不想惹出事端 默默谢恩 萧梦九不屑地轻哼一声 却在撇向门口后 立即换了副表情 皇上 他扭捏着身姿 倒在了刚从门口进来的男人身上 皇上 你今夜怎么来得这么迟 让臣妾等了好一会儿 臣妾都饿了 我默默退到了一旁 悄悄观察着他们 林萧笑着搂住了萧梦九腰间 抵在了他身上 低头吻向了萧梦九颈尖 饿了 是上面的小嘴饿了 还是下面的饿了呀 林萧这话一出 店内的工人 都齐齐将脑袋又低得深了些 脸皮薄的工女 更是羞得红了脸 萧梦九娇称的推了推林萧 皇上真讨厌 皇上还没说呢 为何来得这么晚 被太傅耽误了一会儿罢了 萧梦九面路不越 又是这个老秃驴 他是不是又在皇上面前参臣妾的不是了 皇上赶紧把这老秃驴杀了 他承日不干时事 老想着拆散我与皇上 奇心可恶 林萧醋眉 有些犹豫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太傅 毕竟是朕的老师 他德高望重 若是朕随意将他处决 恐怕朝堂上无人扶振 萧梦九当即冷了脸 推开了林萧 坐到贵妃榻上 林萧他的叹气 走到萧梦九跟前 试图将他抱入怀中 萧梦九再一次推开了他 皇上若是不杀了那太傅 那就听那太傅的话 把臣妾给杀了吧 反正不是他死 就是我死 皇上若是忍心 那就将臣妾处决了吧 林萧脸上一慌 连忙跪在地上哄他 朕怎么忍心 阿九受伤害呢 明日朕就寻个理由 将那太傅压送天牢 阿九别生气了 好吗 萧梦九笑竹颜开 倒在林萧身上 林萧一把将萧梦九抱了起来 惹得他惊呼一声 娇羞地在他胸口上打了一拳 他回过头 冷冷地扫下我这边 都退下 死 我站在殿外 止不住地呼气 刚才萧梦九的胡桑味 可把我给熏死了 殿内两人的嬉笑声不绝于耳 没多久 便听见女人的身影声 此起彼伏 我抬头看了看天空 忍不住叹气 我来的也是凑巧 没想到我刚下来 今天这胡妖 就开始吸食帝王之气了 而就在他们刚才嬉笑打闹之间 便轻易决定了一个人的信念 可惜这太傅何其无辜 这因果终究会受在林萧身上的 他杀的越多 他被受罚的只会更重 到时候 可就不单单是历劫失败这么简单了 他还得按照这世间法则 滚去畜生到蹉跎数万年 而光是他纵容胡妖霍乱这一点 他的神职 怕是也保不住了 他的仙谷会被踢除 永生永世都只能当畜生 哪怕是万年之后 他也再无做人的资格 钱是我帮他挡住的那些果 这一次我会悉数奉还 让他好好地经历一次 让他看看他所追求的爱情 为他带来的代价 五 第二日清早 太监总管来到伊兰殿前 请林萧去上巢 皇上该上巢了 店内传来了林萧略带嘶哑的声音 让他们都退下吧 朕身体不舍 今日便不早巢了 看来昨夜林萧被萧梦酒吸食了帝王之气 他多少感到些不适 公公一脸为难地站在门前 由于片刻后又敲响了门 皇上 你还是起来吧 今日太后便要回宫了 这要是让太后娘娘知晓了 里面好一阵都没有声响 皇帝没有换宫女进去 也没谁敢踏进去 过了一会儿 林萧自己打开了店门 他冷冷地走了出来 面呆怒气 我瞥了一眼 这才不过一晚上 林萧眉眼间已经聚了一团黑气了 不过刚行程 还不是很明显 我默默低下头 开始估算日子 恐怕不出半年 萧梦九便能吸食干净了 一个时辰后 便听到了那太妇 被关入天牢的消息 萧梦九高兴坏了 换人来为他梳妆 他要去见皇上 收拾妥当后 他叫上了我 让我跟他一同过去 萧梦九兴奋地扑到林萧怀中 皇上谢谢皇上臣妾 想去天牢一趟 林萧醋了醋眉 将萧梦九从怀里拉了出来 阿九为何想去天牢 萧梦九生气地撇了撇嘴 那老秃驴以前老在背后诋毁我 我可得好好地跟他算算账 好不好吗 皇上你放心 他不会伤害到我的 林萧笑笑点了点头 好早却早回 萧梦九喜笑颜开 那皇上 臣妾就先去了 林萧笑着捏了捏他腰身 邪腻着眼看了我一眼 阿九怎么又换了个宫女 之前那个不好吗 萧梦九一听 冷冷地扫射我 之前那个手脚不干净 臣妾就换了个 皇上眼睛也太僵了吧 连臣妾换了宫女都能察觉 皇上莫不是看上臣妾的宫女了 林萧勾了勾嘴角 又将萧梦九拉了回来 怎么会 阵眼中 可只有阿九一人 两人又缠绵了好一会 萧梦九才实实然地 领着我离开了艺术房 一出来 萧梦九就警告我 本宫可是告诉你 别有什么非分之小 否则 你前面的一个怎么去的 你只会比他更惨 奴婢之小了 娘娘放心 奴婢不及娘娘美貌千分之一 皇上又怎么会将目光 放在奴婢身上呢 萧梦九显然很受用这般夸奖 轻声一哼 便不再搭理我 我心中止不住的冷笑 除非是我疯了 才想与这林萧再有瓜葛 倒是这萧梦九 他这般在意林萧 要不是我知道他的真实目的 还以为他真的爱上了林萧这个皇帝 或许这便是狐狸精的本领吧 难怪将林萧骗得团团转 六 我跟随萧梦九 一路走到了天牢 越靠近里面 萧梦九越兴奋 太夫看见来人是他 只冷冷一哼 便转过背去 萧梦九也不恼 幸灾乐祸地笑着 老图驴 你可真失败啊 这皇帝是你一手教导到大 可你看看到底是我赢了 只需我的一句话 管你是太夫还是丞相 还不都是被打入天牢 可皇上啊 到底是心软了 只是将你关在这 却不处置你 这怎么能行呢 他勾了勾嘴角望向我 你跟他们都出去 在外面等本宫 侍卫们本有些犹豫 却也不敢违抗他的命名 领着我就出去了 不久后 我便听见里面传来太夫的惨叫声 大喊妖女 我看了看身旁的几个侍卫 我缓缓闭上双眼 放出神识前往天牢里查看 肖孟九显出了原形 用他的尾巴将太夫缠住 高高举在空中 太夫面如灰色 显然是吓得不轻 肖孟九一找抓向他的胸前 竟是将太夫的心脏挖了出来 他将太夫甩在了墙上 捡起心脏一口又一口的撕咬着 吃完了 他还慢悠悠的舔了舔毛 眼看他又化为了人形 我连忙收回了神识 前世只忙着将这妖狐抓回 倒是没怎么注意 他那体型看着不过三百余年而已 却已经修得了九尾 现在看他这蛙人心脏的熟练度 想来他从一开始 修了便不是正路 明霄也是个蠢的 哪怕是历劫归来恢复记忆 他都没有想过这其中的端倪吗 还是说他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 可跟一个狐狸精谈爱情 多少是有些可笑了 肖孟九很快走了出来 眯着眼朝我笑 刚才没听见什么吧 我低下头摇摇头 奴婢什么也没听见 现在想想 恐怕我之前的那个宫女 恐怕并不是所谓的心思不纯 肖孟九心了一笑 看向那群侍卫 叹了叹气 太傅无脸面对皇上 已经自意了 你们去通知皇上吧 说吧 他直接叫上了我 无视那群侍卫震惊的目光 离开了 回到伊兰殿 他便撤掉了所有人 都下去 等宫要休息会 谁来了都不准进来 看来他这是要打坐 将刚刚吸食掉的 好好吸收掉才行 其一 不过就在肖孟九闭门歇息的时候 灵霄突然过来了 我思索了一会儿 还是敲了门 贵妃娘娘皇上过来了 没一会儿 肖孟九就急急忙忙的打开了门 他嘴角还有未擦干净的血迹 不过他的容貌 倒是比刚才又魅惑了几分 他很快调整了神情 在灵霄进来时 笑音音的迎了上去 皇上 前不久不是才见过 怎么今天这么得空 又来臣妾这了 灵霄将肖孟九拥入怀中 叹了叹气 阿九 太傅死了 肖孟九故作惊讶的看向灵霄 怎么会 臣妾去看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怎么就 灵霄笑了笑 没再过问 而是说起了太后 母后快入惊了 一会儿阿九与朕一同去迎接母后 肖孟九不悦的撇了铁嘴角 臣妾不去 太后向来不洗我 等一下若是看我一个不顺眼 要将臣妾杀了该怎么办 灵霄不屑的轻笑一声 他若是感动你 朕就将他杀了 肖孟九开心的笑了 扑倒在灵霄怀中 皇上对臣妾最好了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 神仙再世下凡力竭 没了记忆 可为人品性 都不会与自身相差一二 灵霄这般怒无尊长 狂妄无礼 当初是如何呈先的 突然 灵霄转过头看向了我 我抿了抿嘴 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 他默默松开了肖孟九 走到了我面前 我随即跪下低下了头 他却抬起我的下颚 笑了 长得倒是不错 还吓得去嘴 肖孟九慌了 一把拉过灵霄 皇上这是在做什么 臣妾好不容易有了个 用得顺手的功力呢 况且皇上可是忘了 早上与臣妾说的了 灵霄笑笑 宠溺的刮了刮肖孟九的鼻子 无妨 朕已经给你挑选了个坐式玛丽的 朕瞧这宫女倒是顺眼的很 太后快回来了 朕总得保护阿九 找个人 吸引吸引太后的注意力才行 灵霄又看向我 冷了冷脸 叫什么名字 我抿了名嘴 不愿多声事端 还是乖顺的回答道 回皇上 奴婢叫云英 灵霄轻笑 就封为云贵人吧 我皱了皱眉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灵霄叫来了太监总管 宋云贵人去摇仙殿歇息着 今晚正会过去的 说吧 他便拉着肖孟九走进里屋 不再看我 肖孟九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头望了我一眼 眼中带有一些气氛 我突然有些能明白 为何肖孟九不愿后宫其他嫔妃与他争宠了 并不是他有多爱灵霄 只是灵霄在其他嫔妃那待一晚上 他便少了一晚吸食精气的机会 爸 我被工人领到摇仙殿后 工人围着我转了半天 沐浴更衣 梳妆打扮 等他们忙活完退下去后 我才来得及好好思考 刚才灵霄看向我的那眼神 实在是太奇怪了 那分明与他替我掀骨包我原神时的眼神 如出一辙恨透了我 可现在的他根本不知自己的身份 又怎么会认得我 难道他与我一样也重生归来了 可我特地幻化成了他人的模样 与我自身相差甚大 他又是如何认出我来的 我紧错眉头 心中有些烦乱 他若真是重生的话 指不定会对我做些什么 不过按理来说 他现在应该还是处于历节阶段 没有神力 否则 他也不会连萧梦九 吸食他帝王之气都察觉不到了 他若是真要对我做什么 那我也只能先离开皇宫 等待最后时机赶回来 将萧梦九收复掉即可 只是可惜 看不到好戏了 而且恐怕他这一世结束后 一定会想方设法去天界参我一本 我叹了叹气 万幸自己不是私自下凡 而是找了私命给我安排了个身份 真要闹到天地那里去了 一步吧 九 到了晚上 凌霄独自一人走了进来 他将工人全都撤下 关上了门 一回头 他整个人的神情都变了 他冷着脸 静止走到我跟前 玄英 是你吧 这一次 你又想对阿九做什么 我心中了然 他果然也重生了 我面上不显 一脸疑惑地抬起头看向他 皇上在说什么话 奴婢不懂 奴婢叫云英 不叫玄英 况且 我只是贵妃娘娘身边的一个宫女 能对贵妃娘娘做什么呢 玄霄止不住地放声大笑 随即死死地掐住我下额 玄英 你休想骗我 你以为 你换了一张脸 我就认不出你来了 你这双眼睛 你这淡漠傲视一切的神情 我一看便知晓是你 哪怕是我踢你掀鼓 将你压在天雷之下 你也是这一脸傲然的表情 你定是有想象前世那般伤害阿九 朕告诉你 朕不会让你得逞 从今日起 你休想接近阿九一分 除了这摇线店 你哪也去不了 咱们的账 等我历劫归来后 跟你慢慢的算 他勾了勾嘴角 靠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玄英 你就好好看着朕 是如何与阿九举案其眉的吧 我心中止不住地冷笑 还举案其眉 等下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倒是没想到 他竟然只凭一个眼神 就认出了我来 不过我并不打算和他坦白 假装害怕地摇了摇头 声泪俱下 皇上 你在说什么呀 奴婢真的听不懂 奴婢只是一个宫女 哪里有能力害贵妃娘娘 若不是皇上 突然将奴婢封为贵人 奴婢连和贵妃娘娘 同气同坐的机会都没有啊 反倒是皇上 不分青红皂白 就决定他人命运 皇上将奴婢关在这殿里 不让奴婢出去 可等下贵妃娘娘 将怒意撒在奴婢身上 来这摇仙殿惩罚我 奴婢可怎么活呀 灵霄死盯着我 试图从我神情中 找出一丝端倪 良久 他皱了皱眉 你真不是悬婴 我又是一滴眼泪掉落 奴婢根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总不能因为我的名字里 也带一个音字 就是那个人了吧 奴婢自小眼力便不好 离得远了 看人都是物理看花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被皇上理解成 奴婢的眼神淡漠了 芸霄抿了抿嘴 又突然抓过我的手腕探查 没有看见他想看见的痕迹 他只好作罢 松开了我 抱歉 真认错人了 今夜你好好休息吧 说吧 他转身就要走 我为了让他更信服我说的话 连忙拉住了他 皇上 能不能收回成命 奴婢不想被贵妃娘娘记恨 奴婢对皇上 更是毫无男女之情 奴婢只想老老实实地 做我的宫女 等到以后出宫 林霄却突然生起气来 狠狠地甩开了我 我借是倒在了地上 君无戏言 能被朕选上 那便是你的荣幸 哼 你若是连一点宫中手段 都应付不过来 那你何必留在这世上 他气愤地甩了甩衣袖 转身打开了门 走了出去 我则嚎啕大哭 一声一声地皇上叫着 等他走远了 我才收住了眼泪 林霄还是太过狂妄 我可不是他随随便便几句话 便被炸得乱了分寸的人 事已至此 与其坦白承认 让他防备着我 倒不如让他放下警惕之心 才能方便我后续出入宫中 而且他似乎是被那狐妖哄骗的 脑子都不清醒了些 他抓住我手腕 无非想看看 我手上的玄鸟太硬罢了 可现在的他没有法力 不代表我没有 时 林霄并没有关我禁地 不过我也没着急出去 后宫没有皇后 自然不用去请安 萧梦九最开始 倒是时不时地派人请我过去 我都以患病的理由给推脱掉了 哪怕他亲自来摇线殿 我也紧闭大门 不让他进来 不过后来 他也没空想起我来了 太后回宫后 已教导他公归的理由 将他召了过去 他在太后那受了不少委屈 可没过多久 太后暴毙了 这想也知道 是萧梦九动的手 太后闭后 他看林霄并没有怎么搭理过我 便也懒得搭理我 他开始不断地教唆林霄 今天处决大将军 明日处决户部侍郎 就连后宫的嫔妃也不能幸免 我偷偷探查了一番 林霄身上的帝王之气 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恐怕等他帝王之气 被吸光的时候 就是他这一世终结之时了 十一 我本想安安静静地 在摇线殿里等着林霄死去 却又凭空出了意外 一个小男孩突然闯入了我殿中 他一边哭着 一边喊着母妃走了进来 看来他应该是林霄 我将他拦了下来 小男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断断续续地和我说道 我 我 我叫林霄 母妃 母妃 我 我母妃被坏人带走了 我 我找不到母妃了 他们和我说 母妃 母妃冲撞了贵妃娘娘 被 被处死了 原来是梁妃的三皇子林霄 我叹了叹气 为他擦拭着眼泪 我仔细瞧了瞧他 却突然发现 他身上隐隐泛出紫光 我愣了愣神 领着林霄进了店内 我叫人端来了糕点 递给了他 等他情绪平复下来后 我考了他几个问题 林霄都回答得很好 我又问他 或他身为皇帝 打算做什么 林霄抿了抿嘴 看了看店内的工人 我挥了挥手 让他们都退了下去 林霄才缓缓开口 为我身为皇帝 定要明便是非 善用忠诚 让百姓安居乐业 丰衣足食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看来他的母妃 将他教育得很好 三皇子以后 若是闲着无聊 便来本宫这把 林霄满怀悉悸地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询问我 云娘娘 真的可以吗 我点了点头 自然 林霄激动地又哭了出来 抱住了我 我叹了叹气 拍了拍他肩膀 天道已经做出了选择 选好了下一位帝王了 而林霄 他已经彻底没有退路了 等待他的 只有万丈深渊 十二 三皇子林霄 开始三天两头地 往我店里跑 我一边注意着 肖梦九那边的动向 一边陪伴林霄 林霄终日沉迷于温柔乡中 并不管他的这些子嗣 我便教授林霄知识 讲授治国之道 林霄虽年纪不大 却十分从会 他从不问我 为何教授他这些 而是认真的听着 努力地去吸收这些知识 他跑得实在是太过频繁 还是引起了林霄的注意 林霄特地来了一趟姚仙殿 他到的时候 我正陪着林霄放风筝 林霄抓着线 直接撞在了林霄身上 林霄亮相了一下 倒退了几步 林霄丝毫不慌张 恭恭敬敬地向林霄行了礼 父皇安好 林霄淡淡地点了点头 抬眸看向我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何时与三皇子这般熟络了 回皇上的话 前段时间 三皇子的母妃意外逝世 他寻找母妃不慎迷路 恰巧走到了臣妾这 臣妾看他乖巧懂事 不忍心看他小小年纪 便没有母妃的陪伴 便想着让他空闲的时候 来臣妾这 臣妾代替他的母妃 陪伴他一会儿 也是极好的 林霄抿了名嘴 神情有些动容 他低下头 看向林霄 父皇就是云娘娘说的这样 云娘娘人很好的 经常给我撒好吃的 其他娘娘都不管我 公然还虐待我 我吃不饱睡不好 只有来云娘娘着 才找到了家的感觉 林霄说着说着 便哭了起来 林霄脸上露出愧疚之色 他缓缓伸出了手 轻轻拍了拍林霄脑袋 彻儿竟然已经长这么高了 是父皇的不是 父皇还是疏忽了陪伴你们 他抿了名嘴 又看向我 日后三皇子就搬到你这来住吧 往后 你便是他的母妃了 既然当了皇子的母妃 这位分也不能低了 便升为云妃吧 我笑着拉过林霄 冲林霄行了行李 林霄伸出手 又拍了拍林霄的头 随即转身 让公公搀扶着他走了 林霄不解的拉了拉我的衣袖 云娘娘 父皇这是怎么了 怎么看着满脸黑黑的 我勾了勾嘴角 蹲下身子 靠近他耳边轻轻说道 你父皇沉溺于美色 被妖精吸干了精气 吃完往后 可千万不能学他哦 林霄又看了看 他父皇离去的身影 坚定的冲我点了点头 林娘娘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的 我笑着瞇你一眼 回头看向林霄离开的方向 就连林车都看出来 他满脸的黑气了 他不只是脸上 身上都快被黑气裹满了 仅剩最后几次子气了 恐怕 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或许这个时候的他 也发现得对劲了吧 死到临头 才恢复了一丝人性 可终究是晚了 十三 当晚 我便察觉到了异动 我轻轻起身 赶到了伊兰殿 萧梦九正在挖食林霄的心脏 林霄目瞪口呆的望着萧梦九 喃喃低语 阿九 为什么 可他的阿九根本无暇搭理他 一把将心脏扯了下来 萧梦九急不可耐 将心脏一口吞噬了下去 就是现在 我召出七星剑 一剑刺向了萧梦九 他听见动静 跳开了 剑堪堪擦过他 他死死的瞪着我 你究竟是谁 我笑了笑 变回了原身 不再压制气息 萧梦九脸色大惊 仓皇的想跳窗逃跑 可他体内还没来得及 吸收的帝王之气 与他的妖气互相打架 他亮腔的跪在了地上 你们神仙 就喜欢趁火打劫 我笑了笑 不置可否 你吸食气韵后 是你最虚弱的时候 本神不趁着这时候收拾你 难道还看看 等着你变强了 再来收拾吗 狐妖 打仗可得讲究兵法 善用兵者 出其至胜 则战无不胜 你那点伎俩 也就只能 骗骗这世间的愚钝男子了 我眯了眯眼 飞闪到他面前 抓住他的尾巴 直接将他倒掉了起来 我仔细瞧了瞧 他体内竟然不止两股气 除了他自身的妖气 还有凌霄身上的帝王之气 竟然还多出了一股魔气 这下 事情可就严重了 我不已有他 将他修为暂时封印住 又砍断了他一尾 肖梦九疼得在地上不停翻滚 我抿了抿嘴 掏出笛子 将我的坐骑 采凤罩了过来 不一会儿 采凤就飞了过来 并我有些意外的是 思命也在 不过也来不及惊讶了 我将肖梦九抓着地给了思命 兴君 你跟采凤 将这妖狐带回天庭 询问天地该如何处置 我转身就要走 思命却抓住了我的手 那你呢 我愣了愣 回头看向他 他似乎很担心我 我晚点回 人间还有事 需要我去收拾 你们快走吧 皇宫不可久留 采凤冲我点了点头 挥舞着翅膀 催促着思命 思命只好抓着肖梦九 跟着采凤离开了 我挥了挥衣袖 将依兰殿中的人 今晚的记忆全都清除了 我将殿门敞开 快速回到了我的摇仙殿 明日一早 这皇宫就要变天了 十四 四日清晨 太监总管来到依兰殿 发现整个殿内的工人 全都倒在地上熟睡 而皇帝凌霄早已断气 他胸口打开 心脏凭空消失 而依兰殿的主人 萧贵妃不知去向 宫里彻底乱了 群龙无首 我领着灵彻站了出来 云霄子四不多 仅有三个皇子 两个公主 大皇子早前已被肖梦九害死 没了 二皇子本有机会 与灵彻争一争的 可我早就开始为灵彻扑路 我找人将二皇子 在青楼那点时都给抱了出来 他最近被青楼女子纠缠之事 在京中闹得沸沸扬扬 这个关头 他根本无法登上皇位 最后各方制衡下 灵彻登上皇位 成为了新帝 而我则成了太后 我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留下来 辅助灵彻处理国政 垂帘听政 一年后 我便放权 权权交给了灵彻 三年后 灵霄留下来的烂摊子 才收拾了干净 民间恢复了往常的生机 我又在人间待了七年 为灵彻挑选了皇后 看他从少年天子到初为人妇 他没有迷失在无上的权力中 更没有像他的父皇那样 沉溺于美色 而皇朝在他的统治下 也走上了正轨 天道此次选了个很不错的帝王 我放下心来 离开了人间 十五 我刚回到天界 思命就站在入口处等着我 怎么了 那妖狐逃了 思命摇了摇头 那倒是没有 我跟采凤将他带回了天界 不过他情况有些严重 那皇帝是灵霄上神 他害得灵霄上神历劫失败 还吞食了数百颗心脏 霍乱朝纲 惹得人间生灵涂炭 吸食帝王之气 还差点成魔 虽被你及时止住了 但还是惊动了魔戒 魔戒和妖戒的都赶来了 三界共同商讨后 将那狐狸踢出妖骨 是以食道天雷 当场原神俱灭 而他的妖骨 则被分为了三份 由三界保管 防止有心之人 拿着他的妖骨 又去做出些大逆不道之事 我点了地点头 倒是在意料之中 前世是我及时止损 只是让肖孟九散尽了妖力 成为了凡狐 再无成妖的机会 可这一次 可是严重多了 我淡淡地看向思命 能让他这般愁眉苦脸的 在门口等着我 那便只有一种可能了 既然不是那狐妖的事 那便是凌霄的事了 思命点点头 叹了叹气 凌霄历节失败 纵容九尾狐 扰乱人间秩序 已被剥夺神职 被押入冥界 投入畜生道 可他不服 将你告到了天地那 说你见死不救 我淡淡一笑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走吧 思命着急地拦住了我 你可想好了对策 他们已经在里面等着你了 你若是没有法子 我可以帮你作证 我封存了你的记忆 不用 那日凌霄逼问我时 我便设想到今日这天了 十六 我跟思命走了进去 便瞧见凌霄被绑住 跪在了地上 他见我进来 死死地盯着我 我没有看他 静止走到了天地跟前 天地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天地见我过来 下意识地坐折身体 和我指了指底下的凌霄 玄女 底下的凌霄 你可认识 我淡淡地披向凌霄 浅浅一笑 不时 他胡说 凌霄激动地想站起来 却被禁锢在地 他只能冲着我们大吼 玄英在说谎 他明明认得我 我产然一笑 居高灵下地看向凌霄 本神女向来喜静 不是闭关修炼 便是待在自己的宫殿里 好友屈之可数 这天地的神仙多了去了 我不认识你 很正常 所以天地 这个我不认识的神仙 是在你这说了我什么坏话吗 天地甘大地咳了咳 这凌霄说 你明明知晓 他在历劫 却放任他被狐妖迷惑 吸食帝王之气 害他历劫失败 他说 这罪魁祸首是你 应当你代替他受罚 玄女 你怎么说 我笑出了声 在场的神仙 都开始小声议论此事 我看向咬牙切齿的灵霄 挑了挑眉 本神不过是闲来无事 托司令星君 为我安排了一个 无关紧要的身份 去着人间游玩了一番 本神都不知晓 那历劫的皇帝是你 怎么能叫做见死不救 还是你认为 司令星君玩乎只手 将你历劫转世 都一一告诉了本神吗 本神与你毫无恩怨 在此之前 更是不知你为何物 又为何要去 在意你的转世 司令趁机站了出来 玄霄上神 未免有些自以为是了些 本君会为了一个你 而违背我的原则 将你那些成年破烂之马 是都告诉玄女大人吗 自己受那妖狐迷惑犯了错 却不知悔改 一而再再而三的 将错误怪在玄女身上 私自处罚他 哪有一个神仙的样子 玄霄气急败坏 又冲我吼道 可你明知道 那帝王之气被吸食而尽 会是怎样的结局 玄霄 你身为九天玄女 产恶除暴是你的使命 你为何早不动手 晚不动手 偏偏在那妖狐杀了我 后才动手 我笑了 杀他前 是他心爱的阿九 杀了他后 便是他万分憎恶 挡他道路的妖狐 玄霄的爱 也挺廉价的 神君 你莫不是忘了 你再还是仁皇时 警告我的那些话了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力竭下凡 为何还知晓我 你动用了什么法子 天地冷哼一声 面露嘲讽 将这罪人带去冥界吧 让他平白无故 又多活了这么久 却听见一堆废话 我笑了笑 起身离开 经过灵霄时 他叫住了我 灵霄面露杀气 恶狠狠地冲我低吼道 玄英 你等着 下一次 我必定先将你杀掉 我冷冷一笑 迎上了他的目光 灵霄 杀你的可不是我 是你的置身所爱 那只九尾狐 你在这无能狂吼 不过是不愿去面对他 只是利用你的现实罢了 你既知晓 产恶除暴来我的使命 却还是将错怪罪在我的身上 我只是在 做我分内之事 我何其无辜 灵霄 你没有下一次了 你的阿九原神俱灭 世间再无消梦久 至于你 你现在的结局 才是你应有的结局 经历万年轮回 轮为猪狗 凄惨死去 十七 我走出大殿 便瞧见思命一个人 站在树底下 我走了过去 他笑着 冲我行了个礼 恭喜选你大人了 我淡淡地看向思命 反问他 我能重生 结合他前面的种种 我便猜想到了 思命掌管着三界命格 他又掌管着人间生死 而去人世间历劫的灵霄 正在他管辖范围内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将时间回溯到灵霄 还是人黄之时 思命正的正 也不否认 只是笑笑 选你聪慧 希望别怪罪我的一己思念 你为何帮我 他这么做 一旦被发现 他的下场可不会比现在的灵霄好 可思命却只是淡淡一笑 将手中的命不收了起来 玄英 于公于私 我找不到理由不帮你 在人间待了这么久 你也累了 好好休息吧 十八 我的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 除了采凤以外 也就思命三天两头的往我这跑了 我后来又再问过思命救我的理由 于公 我能理解 九尾狐之事 我并无过错 不该成为灵霄泄怒的牺牲品 可于私 我不明白 我跟思命以前可没什么关系 可思命不说 只是时不时的给我带些人间的画本来看 给我讲讲人间地府的趣事 他不说 我索性也不问了 总有一天便会知道的 又过了千年 人间难得的有人修到成仙了 天界对这小仙感兴趣的很 毕竟已经许久没见到新上来的神仙了 早早的就跑到了门口 等着那小仙上来 思命也拉着我去凑了热闹 等了一会儿 一个气宇不凡的男子走了上来 女仙们激动坏了 男仙则是撇撇嘴 三三两两的结伴走了 我随意看了一眼 便准备离开 那小仙却激动地跑到了我面前 拉着我的衣袖晃了晃 母妃 我吓了一跳 赶紧正脱开来 我什么时候有个这么大的儿子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愣了愣 想起之前在人间的事 又仔细瞧了瞧这小男仙的面貌 灵彻 小男仙激动地点了点头 是我 母妃 你当初和我说 你要回天上去了 我本来不信 可你十年容貌依旧 本就不是一般的常人 许你 成为了我一生的执念 哪怕历经转世 我心中仍有一条路指引着我 现在我已得到成仙 以后能和母妃永远在一起了 我无奈苦笑 像他小时候那样拍了拍头 撤儿厉害了 灵彻拉过我 还想跟我叙叙旧 却被思命拦住了 思命挡在我们之间 瞪了灵彻一眼 拉过我便走 我轻轻一笑 和他解释道 那孩子是天道选的人 我当初只是顺应天道 在人间多待了些日子 引他走入正途 思命抿了抿嘴 美好气地瞥了我一眼 我当然知道 你忘了我管什么的了 我笑着反问他 那你为何生气 思命没有回答 反倒和我提起了灵霄 对了 灵霄已经轮回了万事 前不久 他最后一次轮回时 被魔戒的人 以一把诸仙剑 杀得魂飞魄散 此后时间再无灵霄 我听到后 倒也不觉得诧异 这不过是他自找的 晚安